2011年,浙江省宁波市出土了一口金丝楠木棺材,其重量达1500斤,据专家估计,这口棺材价值5亿以上,但在对这处墓葬进行挖掘后,专家们却意外地发现,这里埋葬的竟然是一位朝廷官员,与此同时,一个千古弥暗的真相也开始浮出了水面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2011年7月的一天,浙江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接到了来自五联村的村民拨打的电话,在电话的那头,村民焦急地说道,这里有人在盗取古墓,请你们赶快派人前来。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挂掉电话后,便立刻前往了事发地点,并进行了实地的考察,此处三面环山,面朝西水,缓坡之上有茂密的植被,土地十分肥沃,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, 的确是一个适合安葬的风水宝地,然而,勘测一上一个惊喜的发现,让在场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沸腾了起来。 原来,这里不仅仅只有一座古墓,而是存在着一片古墓群,在古代,普通的平民百姓,或许连一处好点的安葬之地都难以寻到, 更不用说是修建规模如此庞大的陵墓了,这就意味着此处埋葬的定是一位身份极其尊贵的人。 通过走访调查,专家发现,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着关于史宗之黄金头的传说, 据说,这位丞相在逝世之后,头被人砍了下来,不知所踪, 古人信奉鬼神之说,认为尸身不全,魂魄也不得安宁, 因此,史宗之的家人便斥巨姿为其打造了一个黄金头,随他的尸身一起安葬在了陵墓之中。 在结合现存的史料来看,专家们猜测陵墓之下或许埋葬的正是史宗之, 于是他们赶紧上报给了国家文物局,请求批准对其进行抢救性挖掘工作, 经过专家们日夜不休的发掘。 这座尘封了八百年的古墓,终于重建天日, 原来这里的古墓一共有四座,最上面的两座是清朝时期才埋入此处的陵墓, 没有什么随葬帖,可见墓主人身份一般, 在将上面的两座陵墓移开之后,让专家们震惊的东西终于出现了, 古墓中的两块墓之名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世人, 这里埋葬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史宗之和他的妻子赵诗敬, 史宗之作为南宋有名的权臣,身份自然高贵, 他的随葬品种类繁多,不仅有价值连成的金银玉器, 还有做工精美的丝绸锦缎。 不过,最让专家们兴奋不已的,还是那口金丝楠木棺材, 在古代,金丝楠木是极为珍贵的材料, 古代帝王的龙椅,棺材都是用金丝楠木制作而成的, 由此可见,金丝楠木地位至高,或许除了皇室成员, 也只有像史宗之这样位高权重的人臣, 才能够使用清朝乾隆年间。 甚至还流传着一两金丝楠木可以卖到十两黄金的说法, 而史宗之这口金丝楠木棺材重达一千五百斤, 整口棺材都是真材实料,专家们估计其价值可以达到五亿以上, 随着考古学家们的深入挖掘, 终于来到了打开棺果的这一环节, 专家们猜测经过几百年的时间, 里面的尸骨遗骸或许已经完全腐败了, 不过,这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, 他们的注意力全在那颗传说中的黄金头身上, 现在,史宗之的棺果尽在咫尺, 这个千古谜案终于要被揭开了, 激动的考古学家将棺材的盖子慢慢掀开, 在这口棺材里首先见到的是一堆水银, 这是古人常用的防止尸体腐烂的方法, 众人没有在意, 而是将目光放在了下方的遗骸之上, 很遗憾的是棺材中并没有所谓的黄金头, 在这些海骨之中史宗之的颅骨保存的最好, 而其余的海骨因为风化的太厉害, 混杂在了一起, 根本分不清到底属于哪个部位, 这就意味着传说中的黄金头或许只是一个谣言, 这桩黄金头千古谜案也由此真相大白。 1983年, 考古学家在广州香港山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, 这座墓葬后来被确认为西汉南越王赵默的陵墓, 被誉为近代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之一, 赵默是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, 统治期间从前137年至前122年, 他的墓葬不仅规模宏大, 而且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, 包括金银器、陶器、玉器等超过1000件, 以及15名殉葬者,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枚金印, 其中之一便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皇帝洗, 文帝行洗, 这枚文帝行洗金印的出土。 对于中国历史和考古学来说, 具有里程碑意义, 在秦汉时期, 皇帝的洗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, 它不仅是政治和文化权力的象征, 更是制度建设中的核心组成部分, 秦始皇本人也因为确立这种权威而进行了卓越的制度化改革, 其镇的自称和赵制的发布, 都借助洗印来体现其绝对权力, 直至发现赵默木中的这枚金印, 文帝行洗的出现, 为历史学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深度, 赵默木中还出土了一件罕见的白色银河, 其上镶嵌着闪闪发光的花瓣图案, 内藏有多核药丸, 精化学分析确认, 这件银河及其内药丸是来自古波斯帝国的进口品, 显示了当时南越国与海外贸易往来的复杂性和广泛性, 这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体现, 更是古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见证, 对于研究汉代广州的经济, 文化以及对外交往具有重要意义, 来看, 香港山赵默木的发现, 不仅仅是一次考古发掘, 更是对秦汉时期政治, 文化及经济活动的深入了解, 通过这些出土文物的研究, 我们能够窥见当时南方地区, 在大一统局势下的独特发展路径, 以及南越国作为局部政权的建立和维护过程, 赵默木的发现, 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细节, 也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启示,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河南信阳地区, 一场本应是普通的工程建设, 却因偶然的发现而揭开了久远历史的神秘面纱, 在修建过程中, 工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古物, 这些发现不仅包括了文物的碎片和残骸, 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青铜器皿, 据专家鉴定为商周时期的成九器, 提两友, 提两友, 以其精美的工艺和历经岁月后依然保持的完好状态, 成为了这次考古发现的重要亮点, 商周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, 其文化遗产, 一直是考古学家们极力追寻和研究的对象, 这件青铜器的出土, 不仅证实了当时社会的高度文化水平和工艺技术, 更重要的是, 它带来了对这段历史的新的认知和理解, 据考古学家透露, 在发现提两友的还有接二十座商周时期的古墓被发现, 这些古墓不仅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, 也进一步佐证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, 每一座墓葬的发掘都如同打开一扇时光之窗, 让人们得以一窥古代生活的真实面貌, 提两友的出土, 不仅仅是一件物品的发现, 更是对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, 这件青铜器的每一道痕迹, 都是时代变迁的见证, 每一次的鉴定和研究, 都是对古人智慧和劳动成果的尊重, 正如同陈亮老九一般, 这些文物以其执着的存世, 向世人述说着岁月的故事。 在北京大学的专业人士, 对提两友进行详细的科学鉴定后, 确认其为商周时期流传至今的珍贵遗物, 这件青铜器足足重达两公斤, 其沉甸甸的重量,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存在, 更是历史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, 当人们打开它的时候, 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, 仿佛是时光倒流, 使人不禁沉浸在古代的氛围中, 这次考古发现的意义, 不仅在于其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的重要性, 更在于它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反思, 提量有的出土, 让我们意识到, 历史并不仅仅是尘封在书本中的文字, 而是可以通过物品、 器物等食物遗存, 更直观地感受和理解, 它们不仅是文化的载体, 更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见证, 在现代社会、科技发达、 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, 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传承, 显得尤为重要, 提量有的发现,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,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探讨我们的文化根源, 以及如何在当下将其传承下去。 这次在河南信阳地区的考古发现, 不仅为中国考古学界带来了重要的突破和发现, 也为全球古文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, 提量有作为这次发现的亮点, 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, 将继续引领人们对商周时期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探索和研究。